这段时间要来请教宣童 说是会湿冷到耶旦节 那么这礼拜五就是冬至了 降温的状况如何 交给你 好 强冷空气要南下了 所以在它的前沿 在台湾北边的海面呢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有封面通过 所以在早上的时候有下起了一波的雨 但是现在缓和下来 但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 再晚一点 随着东北风的增强 沿海像是东北部 雨也会开始变得比较多 我们先来关心温度的部分 在昨天的同一个时间点呢 在北部地区的温度大致是落在23度 但是今天已经明显下来了 温度只有19度左右 而在中南部还是偏暖偏热的 25到27度 东半部则是25度 而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因为还有一些辐射冷却 所以在花莲的鲤鱼潭这边 出现了13.5度的低温 在高温部分 其实中南部还是热 27度以上 但是随着这冷空气慢慢的影响 整个中南部地区温度也会开始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明天的时候 北部地区高温大概只剩下17度左右 而在中部以南高温只剩下21 高雄南边一点点也只有26度 而且低温只剩下14到17度左右 而且明天降幅很明显 但是最冷的时间点还没到 是礼拜四还有礼拜五 我们来看未来一周的温度变化趋势图 我们会经历两波的强冷空气 第一波比较强 第二波比较弱 而要来的这一波影响的时间 会一直到礼拜六 我们先看到红色的这一条线 意味着这北部地区的温度 有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 时间点落在礼拜四 还有礼拜五的时候是最冷的 甚至在中南部地区温度也会下降 虽然白天的时候温度稍微回升 但是呢 其实温度也不会超过20度左右 所以要提醒了全台湾都是比较偏冷一点点 而到了礼拜六 虽然温度有稍微的回升 因为冷空气减弱 但紧接而来礼拜月又有下一波的大陆冷气团要南下 所以温度又会再度的下降 关系万温度我们来看未来一周的水汽 基本上呢 以礼拜二到礼拜三 都是以北部地区降雨为热区 东半部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正雨 中南部虽然不会下雨 但是云层偏厚 而在礼拜四甚至到下礼拜一 整个北部地区的雨会比较偏向于东台湾地区 但是呢 在宜兰这一块还是会持续下雨的 所以大家关心有没有可能会下雪呢 目前看起来最冷的时间也 落在礼拜四到礼拜六 而目前降雨最多的维持在整个宜兰的山区 所以在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有这个机会像是太平山 但是提醒上山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激冰 所以道路湿滑大家要留意 以上是这节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